好,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今天講講美國的暴動 專誕開… 專題,今天是專題 出出一個專題講美國的暴動 因為實際是太大件事 那麼,今天到了第四天了 那麼,周圍都蔓延了 整個美國差不多到處都起事了 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 我說藍絲不要開心了,太早了 但是現在… 可以開心了 可以有一點點開心 是的 因為美國也常常發生 雖然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這件事情 還沒有去到不可收拾的狀況 那麼,看情況就會蔓延開去 你剛剛發了消息說 紐約市長白思豪的女兒也抓了 白思豪呢,她是… 應該是意大利的 她就娶了一個黑人老婆 所以她的女兒就是… 有些人做的 對,有些人做的 所以就會參加 那麼,她的女兒就說她髮型 這裡剃光,中間已經有個鼻環 那麼,你明白的 就噴而已 那種人也會比較… 就是會有一個比較反叛的狀況 是的 那麼,白思豪這個人呢 最出名的事件就是… 據說是她… 是… 不拿手吃薄薄 是的 而是拿刀叉吃 都會被人拿 但是這個既然是… 好像是薄薄機之類的 是的 就是說她不尊重 那麼她說,喂,我是意大利人 我這個才是意大利吃飯 你們… 明白嗎? 都不行 所以你說美國有時候那些言論自由 那麼,所以那些東西… 是的,我們在香港做薄薄 不斷加菠蘿都沒有東西了 加菠蘿不是香港 對不對? 其實菠蘿好像是美國 我在加拿大經常吃的 就是意大利人很不喜歡 但其實… 意大利人是笑的位置 對,但不是香港發明的 應該是另外一些歐洲的人發明的 那一段時間 策動到令到整個美國大亂 那麼,這個說法就不成立的 因為當中有那些人 但是這個組織不是一個 很有組織性的組織 這個世界是所有反法勢斯的 或者走這個… 某些左派都會用這個名義的 是的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是出自德國的 是的 德國很早就出現了 那麼,漸漸就是… 一些左派的人就會用這個做法 是的 但是Andy Farr呢,他本身是… 他雖然不是一個… 號稱是一個很… 特別的組織 很有規模或者很有組織 但是他就有很多小組織加起來 是的 所以就有很多小的組織 那他如果將他… 因為我最新看到的 我就不敢肯定 就是說他打算Will 但是,之後我聽到有些報道 就說他是… 類似是以章的那些 你知道現在的中文報道 經常都會將這些TENSE搞錯的 是的 但是我又來到這幾個小時 在來這幾個小時就未看到 是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 是已經將這個 Antifa的… 列了入味的恐怖組織 但問題就好像將… 就是要將一些共產主義打進去 打進去敵人之類 那麼其實因為他是代表右派的 Antifa? 左派? 不是 是的,特朗 那麼他呢 向來左派都是他的敵人 嗯 所以這件事對他有利的 是的 那麼大家… 就是有些人都懷疑 就是會覺得 哎,他說Minnesota是民主黨的 那麼究竟是民主黨的事實上這件事呢 如果這樣搞的話是重創了特朗普的 是的 就是在一個總統大選上 現在拜登的民望領先 在某些地方 是的,沒錯 很多地方給你先的了 是的 那麼會不會真的改朝換代呢? 因為他其實本身他都… 特朗普都挺麻煩的人 關於改朝換代呢 是的 我又要講一件事 是的 有一個人叫Baba Vengar 是的 是一個保加利亞盲眼預言師來的 是的 預言了很多很出名的東西 是的 是的 總而言之是最出名的預言師 那麼前幾年之後呢 前幾年他就是大紅 是的 又是大紅 因為他中了很多東西 但是他死了 90年代就死了 是的 即是他寫下的東西 寫下的東西 是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是… 賴在他身上 所以不知道有很多真是有很多假的 是的 但是問題是他對於那件事呢 就是說… 就是奧巴馬那一年 就是奧巴馬美國最終是中党的 是的 我聽過 你聽過了嗎 我聽過了 然後特朗普呢 是的 一出來就 掌刮了他 當然他已經死了 不能掌刮了 他盲眼圓 因為盲人就是盲傘瓦毒 盲傘瓦毒壁消息 這件事是對的 是的 因為其他人盲呢 我告訴你 盲呢 因為你沒有了眼睛 沒有了感官 所以你的觸覺是特別敏銳的 你和世界接觸是敏銳的 你不知道那個狀況就是 我起床的時候 嗯 如果想記得一些夢 你只要不開眼線 死也不開眼線 然後你的夢會記得清楚一點 你要在不開眼的時候 然後把所有的夢記回一次 你還會記得 你一開眼就馬上不記得 一開眼就被現實世界沖淡 是的 所以其實盲眼的觸覺是好一點的 如果假設 這個我講過幾件事 關於中國要彎道超車過美國 我說其實 你中國如果大家一起去搞的話 彎道 你有沒有可能過到美國 之後大家一起 美國比你們壞壞壞壞的 才有機會 是 之前我講過了 是嗎 有講過 那這次如果 他在疫情之下 他說呢 因為其實美國這個發生 是一個 很大的程度上 你疫情 令到有幾千萬人失業 是 將那樣東西 本身有的矛盾 intensify 是 如果沒有疫情 它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 當然一定 因為 混混都傻了 又失業 大佬 還有你失業 還有你有時間 你不用上班 是呀 於是你整件事 intensify 是 現在這樣下去的話 假如再砸下去的話 如果美國崩潰了的話 因此 原來疫情搞不定 那那個Baba Vanger 就已經立即成為了原家 原來奧巴馬真是美國的第一任 最後任出港 因為最後那個 亡那個就不算了 是 那個已經不是美國了 所以我拭目以待這件事就是 究竟這個盲眼預言家有多準呢 嗯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實用主義的人 你一定會罵到我瘋了 不要緊 你也經常被人罵 是的 但是這件事我從來做一個實用 我也趁機教大家一個政治 是的 教大家一個基本的政治學 因為大家那些人是不懂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水平你一聽就知道 不是那個水平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 黑人在美國的地位一直都很低 嗯 問題不是在黑人的地位很低 現在他占十幾個百分 嗯 問題就是黑人在二次參戰的時候 嗯 二次大戰參戰的時候 嗯 所有的戰爭 黑人 他的地位提高了很多 嗯 問題不是在黑人的地位很低 嗯 而是在黑人的地位提高了 是的 於是乎黑人會覺得 你說戰鬥 軍人 我們黑人有多少軍人 嗯 誰人保護美國 我黑人保護美國的 嗯 剛剛 講到文化 現在的播放了協學 嗯 剛剛 嗯 籃球 美國人最喜歡 嗯 嗯 美國足球 嗯 或者是 令到大家打Boxing 全部令到美國人開心的東西 最重要的都是黑人什麼的 嗯 只不過你們白人是壟斷了商業 壟斷了什麼的 嗯 而我們黑人到今時今日 都是被你們打一打 看到他們說 即是 我們在街上 是無緣無故的黑人被人抓去打一身 是 然後查身 查身分證 OK 他們覺得我沒有安全 但是他們覺得 而黑人呢 永遠他們在美國呢 大家覺得美國是低等民族 對不起 黑人不是低等民族 嗯 其實你類似黃丹啊 即是那些 柴玲啊 那些黃種人去到才是低等民族 因為你是低等民族 他才會搶你的黃種人 即是覺得你看不起你們 即是黃種人的品位 你不肯打 你不肯參軍 嗯 黃種人的品位 是永遠對黑人的 在背著 嗯 所以黑人他的問題 不是在低下階層 嗯 而是有更低的 嗯 但是問題就是 所以他們永遠都是 更黑黑白白的那些黃種人 嗯 即是如果你在美國住過 那些黃種人住過之外 除非你是 你是已經黃到變白 即是好像楊致遠啊 嗯 那些這樣的 或者你是黑人 黑到變白 有些 有些你的球星 那些就黑到變白了 美國著實 是的 除非黑到變白 即是已經等於白 如果不是你黑人都是很低 但是其實有更低的 在社會上 是 他的問題不是在他最低 是 而是他不是最低的 OK OK 即是真正的政治是這樣的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奧巴馬當了總統 嗯 我們黑人也當了總統 嗯 我們應該是 那個品位要再提升一些 嗯 而他品位提升不到 如果你一路好像印度那樣 嗯 踩到他好像地體來那樣 說你們是戰民 嗯 那你反而會好一點 是的 對嗎 你明白那個 他雖然是政治不正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就是 奧巴馬當了總統 給黑人一個 哇 我們抬頭望人 嗯 原來又被你打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路被人打 你是不敢反抗的 嗯 你是因為有少少恥 就是賺錢之後再被人打 是的 所以特朗普呢 去做了這件事 當初阿Sir 如果希拉里做了總統的話 這件事情不會這麼惡化的 現在他們根本就 黑人根本就已經不害怕 嗯 就是說那件事其實一直被你欺負 白人欺負是否害怕的問題 那所以整件事是 如果你熟悉政治的鬥爭的話 其實那個 應該是要這樣去看 嗯 這件事就是出於奧巴馬當總統 是的 你提升了 你提升了地位之後再下來 然後你提升了地位之後 你是想更提升的 是的 那當然你黑人在那裡 你就是 在美國你就是非常之低地位 那 你就不再說了 因為你白人壟斷了 壟斷了所有的東西 那麼 但是 當然如果你現在這樣的話 還有一個旺觀的狀況去說的 就是我講過很多次 都寫過很多次 美國 在金融開笑之後 已經完結了 2008年 是 我不是講過很多次 你現在講過多次 OK 因為它的 之所以在2008年的股市在上 其實是虛火 那個虛火 是出現在 第一 剝奪你的附養國 所以西方來日本沒有好過 所以我認為台灣呢 去 靠美國呢 是 非常之愚蠢的人才會做到 而且居於一個這麼愚蠢的人 那麼多 那麼好信 都會信 美國只是想你台灣用多些自己的錢 去保衛自己 它不想扔那麼多錢去免費保衛你了 所以它是賣一些好的東西給你 但問題在經濟上會繼續剝奪你更厲害 只是會這樣 所有富翁國 而它除了剝奪富翁國之外 就會剝奪他們的 殖民 這就是窮人 窮的白人和黑人 所以你看見他們那些道路不修 然後那些道路都爛了 然後很多人睡街 其實狀況是同樣一樣的 它放棄了那些人 於是他們的經濟可以得以一個畸形的範圍 這類似香港的更加厲害 就是當沒有生意淡薄不離賭博 當沒有錢賺的時候 大家就不如堂水滾堂魚 這就是美國的狀況 而這個狀況在疫情之下 是很激烈的 而美國呢 它之前做了幾樣東西 雖然還有很多黃絲 人是不太相信 但其實它做了幾樣掙扎 隨死掙扎 不是那時還未隨死的 它做了幾樣反攻 就是 阿拉伯之春那些 我經常都說如果阿拉伯之春搞定了 中國已經塌了 中國已經塌了 但問題就是阿拉伯之春 大家看見了不是 證明它的力量已經要收縮 它不能保護到大家 你維持這些秩序 你需要成本 它已經付出不了成本 要維持民主秩序 在美國 美國式民主 美國式和平 美國式民主 是需要很大的成本 即是說 你要有很大的資源才能做到 有很大的資源才能做到 因為你的軍隊 和你令人效忠你 聖人家的國家 當然 當然 所以說 當你去的威權 所有事情 阿拉伯之春搞不定的時候 全部都變成一片廢墟的時候 大家會 阿富汗 和伊拉克那些 設兵 大家看得出 你已經有虛弱的狀況 所以整件事 那個大格局 是你維持不了局面 當你維持不了局面的時候 才爆發疫情 然後 你無力控制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又會失業 又會什麼 於是有幾樣東西一起來 如果它仍在 2018年之前的話 它是控制到的 當然你是一個 現在的 叫做 Twitter的世代 那些人很容易 那些人很容易 那 就變成是 幾十樣東西一起重症 加起來的時候 它 就跟中國的狀況 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的 之前 是衝得太厲害 就是說 你說一個衝大頭鬼 好像中國那樣 一個是 買一架賓士來衝大頭鬼的人 相比一國買客 盧斯來斯 或者 已經有錢了很多年 還拿著很多 有盧斯來斯 有豪宅 那些 因為中國是新賣 新富貴 但是新賣的人 不夠 而美國已經有錢了很久 原來它已經支撐不了 那個霸會更加激烈 這就是一個美國的狀況 而美國的狀況就是 它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它的意識形態出現問題 它的意識形態就是 這個經常都說 這個叫做收不回 嗯 你聽見我說話 我是很注重邏輯的 邏輯的 sequence就是 當我說 那些學生 那些中學生 那些什麼 那些大學生 搞一些運動 那些是不對的 當我否決它的時候 我是連五四運動都會否決的 嗯 你看見我連五四運動 如果你說我抹黑 那我都抹黑了 沒得談的了 因為我知道 如果你承認五四運動 而反對那些學生運動呢 那就雙重標準 很多人都說 OK 所以你看見 是同一個東西而已 你聽見我的人說 不是,我現在擁護中國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那些人說 哦,那身外革命呢 我對不起 我是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好過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是軍閥政府 清政府是軍閥政府的 所以我說 其實我反對身外革命的 只不過現在就是說 因為你一鞋不如一鞋 所以你整個邏輯 你就好搞了 如果不是 身外革命就好的 反對打倒也好的 然後你打倒那個就不好 和平示威也不好 你就很難搞了 當然 美國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他用了太多的東西去宣傳 給你的風景線 有什麼事 有示威好有什麼 OK 當你回去自己吃飯的時候 你就搞定不了 就是你應該要一開始 像中共那樣 我就禁止你所有的東西 所有這些說不對的 雖然中國我都覺得很錯 如果現在他應該抹黑回五四運動 抹黑回新來革命 雖然他已經開始讚揚軍閥 軍閥 開始運了 現在正在讚揚蔣介石 是 所以你就要接回整個美國的邏輯 因為讚揚這幾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很難推翻他們對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反彈 反彈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在香港見的畫面 譬如膝頭跪著示威者 追打他們 現在美國每天都看到了 是 說膝頭示威者的事 有個讀者留言 他就說 有兩個其實說 不是的 膝頭應該是頂著背脊 或者頂著哪裏 不是頂著頸的 頂著這裏應該 類似是那個頂著背脊 不是頂著背脊 不是頂著動物的 是頂著這裏的 是頂著這裏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有一天吃飯 我真的吃飯時我問了一個人 那個人都是戰鬥專家 是 是 他說 如果以香港來說 因為他熟香港 他說 香港從來都是 他說 這一種方法 是香港現在才剛開始學的 他說是 鬼佬發明了 近期才開始學的 現在才漸漸引入的 你看見那件事就是這樣 因為你的對手是很強大的 如果你聽見那條白人的警長 他是這樣 用手插著袋 很輕鬆地跪著他 如果你是跪那個位的時候 你可以用更加少的力度 更加容易去控制他 如果你是跪其他 不是那麼要害的位的話 你會需要更大的氣力 他會掙扎到的機會 等於你做一個打MMA 你鎖住那條袋 那條袋 但那條袋也會反抗 你看見那條袋 他壓的那個位 是 他很輕鬆的 問題就是他沒有上手扣 他壓的位是沒有錯的 但你應該上手扣就要放 你壓七分鐘後壓著他便會死 是 是 那條袋的感覺 你壓著那個位 是應該要快速上手扣的 那你就會最慳 就會最慳 最慳 最慳 如果不是你和我鬥力 他一掙扎走了 你就知道你要制服他 那條問題就是在這裏 不就是應該索手帶上手扣就完 是了 所以不是那個位的問題 他們說我講過的地方 就是那個背脊 其實那個動物 現在的人發現 這是這麼兇殘 不過你做這件事 一定要盡快下去索手 當然 所以是索手 你壓著它是為了 將它反綁的 你不是想它 你不是想它壓到暈它 你以為真的 是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是比現在他們說 壓背脊 更加有效的方法 當然 只不過 他做了A 其實B、C、D 全部都做錯了 那些步驟 你後來知道 原來都不認識的 只不過是 那個George 他進去那間便利店買東西 結果 收了一張20元的美金 這張美金是假的 可能照片是假的 然後他又不認 於是說報警 報警來到口角 發生這件事 如果以中國的標準 那你是一個壞人 你壞人的話 就算你死了 最多都是默安一陣 那你也是該死的 但是 對 就是它是壞人 反抗你這樣 你死就是死於不幸 即是是中國的標準 但是 如果美國的標準 和你牽涉到黑白的時候 大家 其實這個跡了很久 所以這個問題 整件事的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講到 即是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 他一波可惡也好一點 你都說明是五大訴求 就算答應不到 也是五大訴求 現在你要justice 那你要什麼justice呢 他們不是要配過死人 他已經判了三級謀殺 因為我也是看過 一級謀殺和三級謀殺 是有一個類似 因為他是執行殺的 就是你要牽涉到什麼毒品 牽涉到某些案件 你才可以告一級謀殺 他不是預謀的 現在就說他 那你如果告一級謀殺的話 就是 有事願才可以的 就是沒有 是的 還有你沒有法治 所以政府就很難做 就算你告了他一級謀殺 現在這樣說 人家的justice 不是那個人的justice 那個人 你訪問那些黑人 那些黑人就說 我只是想我出街 不要被人亂搜 不要被人出街 我自己覺得安全 就是已經是一個 整個黑人的一個訴求 所以這個訴求就已經不是 正如你即使撤回了 逃犯條例 你都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尤其是你已經射殺了一些人 有些人的病 逃犯條例就要特赦了 所以整件事根本你 是一個難解決的地方就在這裏 當然你 你到最後還有一個暴力 鎮壓的問題 你可以暴力到什麽地步 而在美國來說 這個究竟是 測驗民主政府 它的抗壓力究竟有技巧 OK 有幾個是跪下的 有些警察 很多 又是跟群眾一起抗議 就是如此 你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這樣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將壓力給了那些 不肯和群眾妥協的警察 當然 因為他們已經說了 那些和群眾戰鬥 警察會更加大壓力 第二個狀況就是 如果你全面妥協的話 以後的警察不用執勤 你整個事件或者整個國家 會漸漸牽入了一個 沒有法治的社會 即是說 如果正確來說 譬如史達林做法 或者一些比較殘忍連理智的做法 我就算錯也要執行 我錯也要 carry on 如果不是錯 carry on 我矯正這件事 我矯正這件事更壞 所以寧願錯也要執行 那就是法律不可以朝令夕改的問題 是 那要看看特朗普的處理技巧 因為現在都發酵得很重要 特朗普最壞的地方就是 有個人講的 他不講 他每一次都是放上去加油的 什麼落閘放狗 他每一次放上去加油 是啊 他每一次放上去加油 如果特朗普不講的會好一點 他每一次都是在挑動那件事情 而 其實他跟中國挺相互的 正真的 真的挺相互的 不是 中國當然不是 中國當然有板有眼 中國他要是 綁了14億人 是 他綁了14億人 他當然要這麼說 他不需要綁你那700萬人 這個就是美國這件案件 這件事件 和中國的最大問題 中國如果 你對警察叛變 他是有一對 他完全冷血無情的解放軍 走過來 去處理你的 因為他是一個超自然力量 超自然力量 在外面這樣下來的 但是如果美國你去什麼的話 你的國民警衛軍 你的軍隊會不會守願呢 不知道 這個就是當年的時候 鄧小平六四事件的時候 派兵進去北京的時候 他也有些摩不著底 因為你是那個人 你是 你那些人 你是和那個國家 和那個東西有感情的 是 你不敢鎮壓的 所以就調了另一個軍隊進去 是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這樣你都害怕 現在你那些國民警衛軍 假如有一天你推翻了 或者之類 或者最後你那些軍隊 你會同情他 那些軍隊可能會不肯鎮壓 是 有些地方已經是這樣 所以你會出現了 就是在香港來說 那個狀況就是 你覺得解放軍 和香港人是沒有感情的 OK 他可以怎樣做都行 不行 活南方軍區 但是 但是 美國的軍隊已經是 supreme power 你不能靠的了 即是香港 你無論如何是 所以你說中國 中國搞定了14億人的話 你不行的話 就算香港解放軍不行 南方軍區回來迷平你 都不怕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美國的問題就是這裏 所以真正美國事件的最大問題就是 他那堆國民警衛軍 甚至是那堆軍隊 他都有可能 即陸軍 都有可能的手軟 所以他如果一旦是出事的話 他會嚴重於香港很多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最高 就是說 中國真正出事 是北京出事 才會出事 香港出事 中國是不會出事的 但是美國現在是華盛頓出事 紐約出事 OK OK 那你整件事情就搞了 看看怎麼發展 那也都冰封三尺 非有一日之河 那其實 這件事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那why me 的問題 為什麼每次都是黑人 每次都是白人警察 殺死黑人 那當然美國的槍擊事件 警匪之間的槍戰 日日無日無之 但是大部分死的 無辜死的 都是黑人 這個問題 OK 問題是這樣 這件事在香港也有人說 他說 其實我們已經給了你很多好處 你那些黑人 你想想你讀書 又有分數家 讀書是分數家的 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好處 做黑人 就是 入大學 那些 總之 他說 我們其實已經給了很多好處 你們 你們明明知道 你們低下一點 我都不理你了 OK 那問題就在這裏 那你有沒有看到 你覺得自己低下一點 是的 所以 問題就是 你對付黑人的辦法 如果純從一個 現實實用主義來講 你要一直欺負他 你現在講到那個平均 什麼的話 你一天就欺負他 一天就欺負他兒子 一天就把他弄走 現在就把他拉上來 其實只有十幾% 但是那十幾% 因為更加團結 你那些白人 還有些人 白人還有很多是左膠 那些 就有些人家 那些 那些還是反對白人 反對白人 那OK 那你就謊 整件事 就是說 這是一個 很殘酷的政治現實 是 你寧願一路 一路敲到底 你不讓歐巴馬做總統 你可能會頂多十年八年 然後才爆 但是問題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算這次整件事搞得不大的話 你這樣說 他這次就要搞定 他都會失去公共秩序 如果他搞定的話 你要殺死警察 而你殺死警察 就是所有警察以後都不做事 還有今次搞定不代表種族問題消失 肯定不會 因為已經是根深蒂固 或者一些警察 還會對著黑人 就瘋狂開槍 因為他今次受了委屈 所以基本上你是 這件事已經是 因為我都說 美國的秩序 是一個消耗性的 它是一個消耗性的秩序 它當它負擔不起這麼高的消耗的時候 你就會崩潰的 問題就是 這個就是我對於政治的理解 雖然我想 你去讀政治學 那些人都不會教你 因為那些人都不會 OK 那麼 今天的專題講了很久了 那麼 我們 下次找個主題再談 拜拜